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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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不好意思 王瑟 大嫂昨天晚上已经送来医院 可是我们问她叫什么名字 她不肯说 问她有什么家人 她也不肯说 问她住在哪里 也不肯说 一直到了今天早上 我们有同事认得她 才知道她原来是大嫂 行了 不要紧 这次就是谢谢你们的 真是不好意思 我进去看看 好 医生 和太太 您是吧 我给她做过详细检查 你太太跟太太大的掌握有问题 不过现在快要生了 儿总的伤害才出院 好 麻烦你医生 王爷 你答应我离婚了 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任何事 我只是希望你跟我离婚 王爷 你不要胡思乱想 你别再理我的事了 我们现在唯一应该做的 就是等我们的宝宝出生 但是我知道这些孩子 对你来说很重要 我不想连累你 你别这样 王爷 王爷 你听我说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跟你离婚 其他的事 生了孩子之后 我们再说 好吧 今天不知道 他走什么倒霉运 怎么每个洞都打不进去啊 叶水 喝杯咖啡再打吧 别吵了 是 我帮你摆好白球 不打了 叶水 该走了 这次对祖光很重要 车子停在楼下 少啰嗦 怎么回事 少说两句吧 被告 你有没有见过 这种型号的煤油炉 没见过 你这么肯定 我家用石油器的 我在德国宿舍用煤气 我怎么会见过呢 你再说谎 你十七岁才去德国 你爸爸没发迹之前 你全家人都住在公寓房子 那时候你的家 是用煤油炉来主食 你怎么会没见过 那 那么久以前的事 我怎么会记得 就算是我见过 可是我也不会用 我也没用过 你真的不会用 不会 我问过 你在德国的同学 他们都说你曾经在宿舍 教他们用煤油炉来煮灭 用的还是这种煤油炉 有一次还被射监发现 寄了你一个小过 法官大人 这份就是被告同学的证功 还有他在德国念书的时候 被寄过的记录 没有 我真的不会用 我真的不会用煤油炉吗 你明明会用煤油炉 为什么要说谎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案发当天 你从厨房把煤油炉 搬到杨志军房里 煎剁胎药 可是杨志军不肯 你们两个发生争执 你打翻煤油炉 引起大火 也害怕东窗事发 所以打晕杨志军 由着他活活烧死 不是 不是 不过我的事 是杨志军自己 自己发生机 把煤油炉撞倒了 把关大人 我问完了 这个昏秋 是不是鬼没心窍 危险你一次又一次 还说错话 真是气死我了 叶先生 我们现在要马上回去 研究一下这件案子 看看怎么补救 失败了 叶先生 你放心吧 这个律师很出名的 黑的也能说成白的 说我说说说什么啊 今天还不够倒霉啊 走吧 叶先生 我看见老师按着肩膀 没事吧 脖子扭了 喂 你们有没有试过 这里长什么东西 没有啊 没有 叶先生 干脆去看看医生吧 看什么看啊 怎么搞得浑身不自在 叶先生 什么事啊 你家有很多同事在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叶探长 叶四二 叶四二 怎么警车 警戒车停在我家 废话 叶探长 叶探长 你们都跑来我家干什么 是不是不用工作 探长 你最大 是 探长 我们接到有人报警 说你太太 我太太怎么了 看样子救不活了 老爷 太太自杀 探长 我们在你太太身边 发现这封遗书 这么笨的女人 儿子又没死要自杀 已经够烦了 还搞出这种事 蠢货 我叶探长 怎么会娶这么笨的老婆 看看她说什么 你看 还不念 叶四儿 我想还是你自己看吧 我叫你念你就念嘛 你们俩是不是还嫌我不够烦 嫁生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了你 跟我爱的人在一起了 跟你结婚这二十多年 我知道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但在三年前 我终于遇到了真爱 活到四十多岁了才知道什么叫爱情 晚是晚了点 短也短了点 不过我终于等到了 从遇上她那一刻开始 我就知道 我不可能再离开她 我知道为情自杀很傻 但是 遇到一个自己可以为她死的人 是一件傻得很开心的事 我是不会为你死的 家生 不过 我看 你不会明白我在说什么 家生 真的很对不起 我走了以后 希望你好好地照顾祖国 疑 绝笔 疯子 发神经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完全不合理 全部都不通 那个蠢货 平时连鸡都不敢杀 看到两滴血也会晕 他怎么可能割脉呢 四十多岁了 人老诸黄 儿子都那么大了 怎么会又难得要他呀 在香港 谁都知道他是华探长老婆 看到他都低着头啊 怎么会勾引他 勾引华探长老婆 不想活了 有没有这种男人呢 你们说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啊 他那个人 一脚都踢不出个屁来 我出去玩女人应该的 他怎么敢去偷人呢 你们说会不会 会不会 会不会啊 三年 三年 我堂堂一个华探长 手下有那么多人 怎么会不知道他偷人 怎么会不知道 杰弗是谁啊 你们说 有没有道理 全都没道理啊 叶探长 以我行医那么多年的经验来看 你脖子后面那块硬块 是由于末期癌症引发的反应 当然 一定要照顾S光才能够肯定 不过我希望你要有心理准备 你瞎扯淡 前些日子我才看过李牧山 从头到脚都看过了 他说我什么事都没有 有二十几岁的体质 你只是摸一摸就知道是癌症 你的执照是怎么来的 对不起叶探长 我们医学界发生这么一件事 可能会成为全香港市民的 一个大笑话 李牧山真的是无照行医 我说的那个李牧山 有很多达官贵人 有什么不舒服 都找他看的李牧山呢 对啊 就是那个李牧山呢 你有没有搞错啊 他在政府医院做得很高级了 起初呢 我们很多同行 也认为这件事情太荒谬 但是到底是事实 叶探长 我看你还是去照S光吧 看看是不是癌症 一照就清楚了 朕不明白 有什么理由 一天会发生那么多 没道理的事 不可能 在九月十五日下午三点钟 你在高街到底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一个警察 他被车撞了 而且身受重伤 他拉着我不断地跟我说话 他说什么 他说他是PC2505 叫承九娇 有个探长 就叶压生 威胁他 叫他烧掉证物 你说什么 活得不太乏了 这个老头子是谁 妈呢 这个世界什么都没道理 接着他怎么样 接着他拉着一个女人 一直在说话 说的就是刚才跟我说的话咯 你们不用再问了 其实整件事都是我做的 臭小子 你别乱说话呀 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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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还要认识其他女人 我不可以就这么让她绑死我 她终于肯回家 她肯在房里肩打太药 可是她临时又改变主意 不肯喝 当时我很生气 我们吵了起来 跟着我打她几个耳光 结果她晕过去 最后 最后我才看见 原来我们撞到煤炉 烧起来了 我害怕 我没有理她 我立刻跑出房 我由着她被火烧死 我真的好怕 我一直跑 一直跑 谁知道 又让人看到我 他们哥哥都怀疑是我放火 所以他们追我 我一直跑到楼下 跟着我把起闸锁上 之后 我立刻 立刻把铁丝网跑 我 我爬到一半的时候 我回头看见 火已经烧过来了 他们哥哥 他们哥哥不停地求我 护露酒 他们求我打开铁闸 可是我没有 我没有理他们 我看着他们烧死 我没有理他们 借着 借着我跑回家了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用被子蒙着头睡了 AI 脑袋 你 我说完了 事情就是这样 这什么世界 越来越没道理 没道理 有什么理由政府医院 也会有冒陪医生 越来越离谱 越来越荒谬 叶探长 你的报告出来了 怎么样医生 你脖子后面的肿块 是由于末期肺癌所抑制 论病情 估计你只有两个月命 我明白了 一定是那个恶果破坏我的运气 叶探长 你没事吧 害完我老婆又害过儿子 现在还想害我 想害我 没那么容易 叶探长 叶探长 你们说 为什么那个臭小子会突然认罪 还在法庭一五一十把自己的罪说出来呢 会不会是黄英姑你终于忍不住 伸手拍那个臭小子的后脑勺 是不是 我哪有那个本事 行的话早就拍了 怕烧死那么多人 你说你没有拍 也许是有别人拍的 会不会是指军显灵啊 对呀 我总觉得 那个小伙子好像还有一点良知 他有枪 他有枪啊 是你 是你这个恶鬼害的 家生 你干什么 你也太阴险了 我本来有三十年好运 就是你这个恶鬼 害得我江坡人亡 你不去投胎 还留在这儿害人 我也想投胎 是有人害得我 害这一口元气散不了 你害得元气关我什么事 上天注定你的命 要让我踩着走的 你这个恶鬼 害得我得癌症 我老婆自杀 儿子问掉 你这个害人精哪 我没有害你 不是你害我会这样 你这个害人精 害得我什么运都没有了 这几天发生那么多事 统统都是你造成的 是你自己时辰道了 你今天时辰道 是不是 你自己会知道 我跟你说过 一个人临死之前 他一生所做的事 就好像云化那样 出现在你眼前 当你看到影化的时候 你就知道 不是恶鬼来害你 是你自己时辰道了 是你时辰道 你这个恶鬼 时辰道才对 你开枪打我干什么 我已经死了 是被你冤枉害死的 不是时辰道 是你这个恶鬼作祟 是你这个恶鬼作祟啊 不会 不会复发 老兄 你怎么了 你哮喘哪 我没哮喘 不是啊 你这么喘法 你真的是哮喘哪 我没哮喘 我当忘 我怎么会哮喘 疯子 我没哮喘 我没哮喘 我不会哮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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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 治好了 不会复发的 不会 不会哮喘 你们都要走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干吗 你打我 你打我 你去死吧 别操 是你放的火 不考的事 放的火 别操 别跑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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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光 祖光 你不断写信给小华叫我进来见你 什么事啊 你是 我是黄英姑 我是附在玉瑾身上进来的 你是黄英姑 你 你真的是黄英姑 祖光 黄英姑 我明天就要醒醒了 我 我想问问你 我这种做了那么多坏事的人 死了会怎么样 是不是会下油锅 勾舌头 是不是下辈子 要做猪做狗的 这个我不知道 那 那我会不会连鬼都做不成 会不会以后都见不到我的亲人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祖光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你在法庭上 怎么突然会认罪呢 在我出庭前一天 有两个人来看过我 一个 一个 是我在德国念书交的女朋友 艾拉 一个 是我跟她在四年前生的儿子 杰森 杰森在德国出生后 没多久 我就回香港了 一直 都是爸爸寄生活费 给他们两公子 我从来没有回去见过他们 这次是艾拉之道 我可能会背叛死心 所以得杰森来看我 杰森已经四岁 他很聪明很漂亮 会说很多话 他懂得叫我的名字 是钟文明叶祖光 他还会叫我爸爸 他问我 为什么那么久都不回德国 又问我 什么时候会回去 所以 你打算你 你信公子 他有什么时候 你信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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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公子 你信公子 你信公子 她的眼睛很机灵地看着我 样子很可爱 很纯洁 好像一个小天使 可是我看着她 我就会想起 这几个月来我在法庭上 我看到她呈堂正过 被我烧死的人 他们的照片 哥哥都烧得惨不忍多 有一个呢 还是刚刚解完后回娘家的 我可以跟全世界的人说 我跟所有人说 不过我的事不是我做的 可是我看到Jason之后 我不可以这么说 我不可以说谎 我真的很便宜真散啊 我 我怕我连跪都做不成 我以后见不到她了 好怕 这也许就是 做了错事 要付出的代价 我知道 我现在才明白 我知道死不是最大的代价 做错事不是死就可以解决的 上天 一定还有办法 使你得到应该得到的报应 我知道 你做了错事 可是已经得到应得的惩罚 祖光 以前的事不要想了 别欠黄英姑这样 含着一口冤气 你将来 如果能投胎的话 你一定要做一个好人 可是我明天就要被伤掉了 我好怕 好怕 祖光 别怕 黄英姑会陪你上路的 谢谢 谢谢英姑 谢谢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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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的上路啊 不要回头看 不要怕 有我英姑在你身边 十八年后又是条好汉 不要想行行的事 不要想不开心的事 回到以前快乐的日子 你最喜欢跟哪个同学玩 你最喜欢玩些什么 家生只有你一个儿子 你小时候他一定很疼你 很爱你 买很多玩具给你 经常让你骑牛牛逗你玩 祖光 不要想不开心的事 不要含着怨气 你来生 要重新做个好人 祖光 你要放心的上路 我知道 认不认得爷爷呀 爷爷在医院喂你喝过奶呀 我来抱抱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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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宝燕 他的小脸蛋越来越像你 可是个性啊 一点都不像你 你老是低着头 你看他的眼睛 东张西望的 脚还动来动去 像在打工似的 我看看我看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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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困了 你看他打起来 来来来来 爷爷带你睡觉去啊 我们睡觉觉 不能让他睡觉 我抬他的脚丫子 不能让他睡 你有毛病啊 你困了我抬你的脚 不让你睡行不行 不是啊爸 医院的护士也是这么说 他说婴儿呢 喝奶和睡觉都要定时 如果你不定时喂奶呢 他半夜就会哭醒了 如果你不定时让他睡觉呢 他半夜又不肯睡 弄得时间乱七八糟 是吧 那听到没啊 不要紧啊 那么喝完奶咱们睡觉就 嘿嘿嘿 你看啊 他不像要睡觉啊 你老是说他要睡觉 爸行了行了我来吧 别别别别别别 你不行你不行 你不行 老爷你来你来 我来吧 来 我来喂奶了 当心当心啊 乖乖啊 要吃奶了哦 你怎么这样 我是孩子的爸 给我打马飞针 医生 你给我打马飞针 给我打马飞针医生 叶先生 你没到那个阶段 马飞针不可以乱打的 我不管 给我打 我说打就打 我说打就打 叶先生 马飞针不可以乱打的 给我打马飞针 我不想清醒 我不想看影花戏 你给我打 叶先生 你给我打 这里是医院 没有影花戏看 你冷静点 不要 我不想看影花戏 你冷静点 我想打马飞针 你冷静点 我不想看影花戏 我不想清醒 我不想清醒 你冷静点 你给我打马飞针 你冷静点 医生 我求求你 你给我打马飞针 我不想清醒 我不想看影花戏 我不想看影花戏 我想打马飞针 我想打马飞针 放开我 放开我 哇 哇 这个人叫得好恐怖啊 你少当夜班 他每个晚上都是这么叫 我从来没见过 有人在临死之前 叫成这样 死也死得不安乐了 叶家生 你时辰到了 我要带你上路 不过在你离开这个人世之前 你要看清楚做过的罪孽 我不看 我不看 不行 你一定要看 爸 待会儿到了警局 把头递下来一句话来不要说 哦 再来回去 爸 叶家生 你一生罪恶滔天 你知法犯法 循私舞弊 你利用职权滥用私刑 横行霸道 接着 你用泯灭良心陷害无辜 到死前一刻 你都不觉悟 映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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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映花戏 我呸 我呸 我一家生会怕 啊 啊 啊 你死到临头 还执迷不悟 你看看你害了多少无辜的人 你看清楚吧 运气来了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所以运到就要冲 运没到就要守 我不是什么大人大义 不是什么圣人 我也不迷信 但是我每晚做梦 都会梦见这十六个冤魂 他们求我替他们讨回公道 我没做错 人不畏己 天住地面 我怎么做 只想取回天给我的一切 我并没有贪心 你们这些人 王剑 黄英姑 你们 才是要来害我的人 要我走梅运 要我死 王剑 我告诉你吧 一个人走好运有个样子 走梅运也一样 你自己走梅运还要去帮人 只会害死人 准备给他送终吧 你能拿我怎么样了 我极心高涨 你害不了我的 家宋 姑妈 哎呀 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不忏悔这辈子做过的坏事 姑妈 你来干什么 你别搞我了 你走吧 我不想看见你啊 万般都是命半点不由人 有些人生下来 就是给人捧上天的 有些人生下来 就好比咸鱼摆地摊的命 捧树都是死 姑妈 你听我劝吧 放下心事去投胎 上辈子过得不好不要紧 像粉饼子一样擦掉 再投胎好了 安心上路 别那么多怨气 医生 给我打马飞针 你这坏蛋又想冤枉我什么 我很痛苦啊 我不想再看了 我越看越心寒 姑妈 姑妈 为什么我一生走好运 也会这么倒霉啊 家宋 你一生害人无数 就算上天给你一生的好运 你也不会好好珍惜 去度做一些好事 积德行善 你怎么会守得住福分呢 天里昭昭 因果循环 你不觉得这份报应 是你自己造成的吗 我不信什么天里循环 我只想知道 为什么上天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要我驾破人亡 为什么要我在这里 受那么大的痛苦 唉 你罪孽深重 这是上天对你的一种惩罚 又或者是所有被你害过的人 回来向你讨回公道 不会的 不会的 我很痛苦啊 姑妈 是你害我的 在这个世上 很多人比我丧心病狂 为什么 哥哥可以扶生双全 我要受这么多苦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这个恶鬼 害得我得癌症 我老婆自杀 儿子被伤掉 你这个害人精 是你自己食神道了 你这个恶鬼食神道才对 你笑传啊 我没笑传 老兄 你这么传法 你真的是笑传 我没笑传 我当我 我怎么会有笑传 叶家生 你时辰到了 我要带你走了 不要 不要带我走 我不想走 姑妈 你在哪儿啊 我看你大疯了 对 是我杀了他 还要 没有 还要送外卖的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看见他们 啊 姑妈 我看到你了 我看到我 我骗你去做妻子鬼 是我害死你的 为什么我会看到你啊 去吧去吧 没事的 啊 佳生 上恶到头终有报 你可以骗倒所有的人 但是你骗不了你自己 你现在在受自己的良心责备 佳生 我告诉你 姑妈现在要走了 回头是岸 你千万不要把你的罪孽 再带到下辈子 听姑妈的话 你忏悔还来得及啊 啊 好痛苦啊姑妈 姑妈 你不要走 你留下来陪我 姑妈 姑妈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了 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 一个人临死之前 以前的往事呢 就好像影画那样 一幅一幅地出现在你眼前 但是不知道加上你死的时候 所看到的影画是什么呢 我跟你说过 一个人临死之前 他一生所做的事 就好像影画那样 出现在你的眼前 当你看到影画的时候 你就知道 不是恶鬼来害你 是你自己实施道 我怕 我怕 黄英姑 好久没见了 我刚去了台湾看矿书回来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 廉政公署成立之后 他跟坤叔梁叔他们 匆匆忙忙跑到台湾去 几个老人家在那边 闲着就打打太极 品品茶 我一到了矿书架 就被他们三个抓去打麻将 一边打一边想当年 从考警员说起 怎么往上爬 当上了华探长 被廉政公署调查 那四圈麻将打了整整三天三亿 后来我要走了 他们还舍不得我 说总是三缺一 难得可以打成牌 还打得这么聪快 但是我跟他说 我来台湾陪他们打牌 当然没问题 但是如果在香港 让我看见他们 我一定报廉政公署抓他们 在去年七月节 上乡的时候 我不是跟你说 小华考会考 考得不太好吗 告诉你 他今年再考一次 虽然不是考得很好 但是考到一个梁 五科及格 英文还考到毕业 老实说 我很担心他找不到工作 所谓毕业就等于失业嘛 谁知道他去应征公务员 三百多个人应征 才录取了他一个 做初级办事员 这可是铁饭碗 您老人家听到 一定是很开心 对不对 再偷偷告诉你一件事 他现在跟个主任谈恋爱 上个星期呢 小华带男朋友 来我们家吃饭 这个男生应该怎么形容 给你听好呢 十足男装版的宝业 不是说他娘娘腔 我说他害羞啊 我只是问他们俩 谈恋爱谈了多久嘛 这个男生当场脸就红了 连脖子也红红的 头低的比宝业还低啊 小华呢 本来想劝奶奶退休 把杂货店呢顶上给别人 但是奶奶越老越精神 说没事情做呢 老姑都会生性 至于牛二姑呢 可就厉害了 她走桃花运 啊不对不对 应该是枯木重春才对 不过这个春天 算是回来的太晚了 她就是丙叔 当年呢一声不吭就走了 一走就走了二十几年 音信全无 牛二姑的气啊 怎么都不会消了 于是呢就拿着扫把 追着丙叔打 那丙叔没那么容易放弃的 她低声下气 哭哭哀求 还弹吉他唱情歌呢 牛二姑才不吃这套呢 看她唱得这么肉麻 一盆冷水泼下去 原来丙叔啊 在婆罗奶发的财回来 除了真金白银之外 还有珠宝首饰 见钱眼看着牛二姑 怎么会不软花呢 不过丙叔这回大出血啊 她的钱啊 被牛二姑折腾得差不多了 至于天朗呢 最近升了职 不过还没有女朋友 老爸跟小妈闲着没事 就安排她相亲 但是没一次有下文 她不是说这个不合适 就是嫌那个不好 连我精心挑选的师姐 她也不喜欢 嫌人家太文静 我敢你一辈子大光棍 不说她了 说我儿子吧 她今天三岁了 我们买了很多玩具给她玩 但是她玩来玩去呢 还是喜欢玩你以前 送给我的小巴士 我曾经指着桌上你的照片说 说小巴士呢是你送的 她居然说很想见你 当年我叫宝燕去自首 盼了坐牢 今天她出狱了 我们一家总算是团聚了 看到她呢 觉得她整个人不一样 成熟和坚强了很多 本来我有很多话想跟她说 谁知道见了之后 太开心了 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黄英国 我们全家人都很惦记你 也许我现在说的话 你一句都听不到 也许你已经投胎了 你心地那么好 一定会投到一户好人家的 你不想问你 你是人的 你不想问你 事免有什么事 你宝燕 我许你 你不想问你 你要做 ¿ 我许你 你不想问你 你 你不想问你 证明 你不想问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